大家看到了一台福特Hyper的皮卡车F150 那我们靠近头看一下这台车整体它是什么样的 那这款车的话呢它是属于Hyper的一个车型 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个车重呢是要达到接近五千八百半的 这个后抖的一个长的话大概是在六左右 那整体上来讲的话外观还是保持福特特有的一个特点 看一下这个发动机整个总成的一个情况 它这台呢是属于这个原先V6的一颗布的一个相同的一个情况下 它增加了这个Hyper的一个电力的一个总成 那分值的一个马力呢可以达到430 那扭矩呢可以达到570 油耗呢降了更厉害 那其实这款车而言因为配置是足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音响是BO音响 全景天窗整个一个感觉也是相当很多的 但是天窗一开感觉完全不一样 座椅是非常非常宽敞的 当然储物空间也是够的 除了这么大的一个后抖以外 当然座椅下也是可以储物的 那我们把座椅一抬 你看这里都是可以放东西的 这下面呢还是有很多人会做一些改装 改装完之后呢一些工具箱啊往这边一放 然后座椅这一放平啊 后座的一个空间它就有了 那当然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前排 前排可以坐三个人 整车的话应该是可以坐到六个人 当然七个人也是没问题的 中间这台位置呢 你想想看三个好机友开着一台车去逛街去钓鱼 你说这种感觉它爽不爽 那当然它的配置也是足够的 我们坐进来 这一块呢整个一个 媒体的一个操作屏幕呢 是可以达到这个12寸的相当大 然后呢挂胆呢还是经典的老式怀胆 那它有这些全景倒车啊自动泊车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的话 对于初次开车的人而言还是比较实用的 天窗呢我们给大家看 真的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说福特呢是为数不多可以把 硬派还能做到这么豪华的一款 这个车型 所以怎么说呢 你说它好吧 它真的非常好 你说它性价比高嘛 它性价比也高 你说它整体组合实力强吧 确实市面上找不出比它更好的车 除了美系皮卡以外 那其它皮卡可能都在它面前 都是弟弟